古神巴菲特曾经说过 时间是杰出人士的朋友 平庸人士的敌人 合理高效的使用时间至关重要 那么为什么有些人总是陷入忙乱 老是觉得时间不够用 因为他们没有掌握科学使用时间的方法 凡事都要讲方法 有方法呢 你做事就会事半功倍 没有方法 有时候就容易徒劳无功 今天我们就想要和大家 共同来探讨这么几个问题 为什么选择做什么 比不做什么更加重要 怎么去判断一件事情是否值得做 所谓做有积累的事情 又有什么样的标准 如何去利用你的碎片化时间 其实你只要懂得选择 什么事情应该做 什么事情不应该做 分清楚轻重缓急 你就会发现成为一个高效能人士 并不难 如果你能够掌握这堂课里 讲到的那些技巧 摆脱时间的黑洞 学会利用好碎片化时间 掌握多任务切换 你的工作就会如虎贴意 人生也会变得高效 而且有序 有人说上天不公平 条条大路通罗马 可是有些人嘛 一出生就是在罗马 其实上天不公平 他也最公平 因为无论是富豪 还是穷光蛋 他给每个人都是 一天24个小时 1440分钟 如何利用好这些时间 决定了你是比尔盖茨 还是为了生存 劳心奔波的普通人 曾经呢 有一个做艺术展览的朋友呢 就向我咨询一个问题 他的公司嘛 做了三年 而每年呢 从头忙到尾呢 收入却只有一百多万 这种业绩呢 和他的资源 还有投入是不匹配的 甚至还不如一些小公司 他呢 为此感到很纳闷啊 我和他简单交流了一下 发现原来问题的所在呢 是我的朋友 只要是活 他都接 我问他原因 他就说啊 他觉得作为新公司 还没有到挑活作的阶段 而且本着和气生财的原则 也不好有活不接啊 我就给了他一个建议啊 从此以后 你只要做一件双雕 甚至多雕的事情 现在呢 两年过去了 前不久呢 朋友就在微信上告诉我 今年公司的收入 已经翻了两倍了 好了 那么大家一定很好奇呢 什么是一件多雕 其实简单的来说 就是你做事情 不能只单纯的解决一个问题 你必须要留心和注意 相关的方方面面 只有这样 你才能做一件事 受多种意 这一点呢 用一个网络的热门的故事呢 就可以说清楚 有一个很优秀的女孩子 名牌大学毕业 通过层层选拔 应聘上了一个叫 总经理助理的职位 然后她的主要工作内容呢 就是帮总经理贴发票 完成财务报销流程 这类的事情 这件事看起来很简单 很枯燥 而她呢 却不这么认为 貌似毫无意义的票据呢 在她看来 记录了和公司运营相关的费用情况 是宝贵的数据 于是她建立了一个表格 把所有总经理报销的数据 按照时间 地点 数额 联系人 联系方式 等等 记录了下来 这样呢 万一财务或者总经理 想要询问相关的问题 就可以马上告诉他们结果 后来呢 这张表格呢 越做越详细 通过数据统计哈 这个女助理呢 渐渐发现了一些 总经理举办商务活动的规律 比如举办某种类型的商务活动 需要请什么样的嘉宾 在什么样的场所举办 大概需要多少费用 等等等等 慢慢的 总经理就发现 每次安排给女助理的事情呢 他都能够处理得很妥当 往往能够超出他的期待 有一次 总经理呢 就忍不住问了女助理 女助理呢 就把自己的工作方法呢 就告诉了他哈 总经理从此对女助理刮目相看 两个人配合得 也越来越默契 后来公司要去上海 开设分公司的时候呢 缺少一个分公司的负责人 总经理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女助理 为女助理呢 践行的时候呢 总经理告诉他 你是我用过的 最好用的助理 在职业生涯当中哈 你很难预料未来 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你唯一能做的是 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 和示威方式 做好承担重任的准备 如果你总是做 冰来降胆 水来涂掩的工作 大概也只能一直帮人贴发票了 当你掌握了一键多调的思维 日益积累 那么你就会发现 你的人生道路越来越宽 人们也都越来越愿意 和你合作 给你机会 很多人经常感觉 时间不够用 想学习时间管理 从来呢 合理的利用时间 其实所谓时间管理的本字 就是管理你的精力 毕竟比起时间 一个人的精力更为有限 简单的说 合理利用时间 就是选择去做正确的事情 把时间花在值得做的事情上 乔布斯总是说过 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 不是你要做什么 而是你不能做什么 真正的专注 并不是把精力 放在必须重视的事情上 而是要对另外一百个好主意 说不 所以选择不做什么 比选择做什么更重要 那么我们怎么去判断一件事情 是否值得去做呢 在分析一件事情 值不值得去做 花多少精力去做的时候 可以用两个标准来评估 第一个标准就是 做这件事情 能不能让我感觉到快乐 是否具有价值 这个价值呢 可以是身体层面的 也可以是心理层面的 也可以是物质层面的 当然 凡事都有价值 所以我们以价值的高低来区分 让你觉得身心愉快 或者爽的 就是高价值的事情 反字 则是低价值的事情 第二个标准呢 就是价值的影响力 能不能对你产生 深刻久远的影响 称之为积累 有积累的事情 能够影响你一生 没有积累的事情呢 只能够影响你一时 比如说 学会游泳 既能够让人得到乐趣 又是一门基本的技能 能够让你呢 一生受益 这就属于有积累的事情 喝一瓶冷藏的可乐 能够解一时之渴 但却对以后没有什么帮助 就是没有积累的事情 以此类推 我们的生活 学习和工作中的 大多数的事情 都是可以从 这两个角度来衡量 由此呢 便可以得到 由这两个角度 组合成的四类事件 首先是 高价值 有积累的事情 掌握一门好玩又实用的技能 学会一种有效的思维技巧 与良师一友进行深度的谈话 找到心灵伴侣 或者医生的知友 一笔高明的投资 等等 这些事情 既让你感觉愉悦 又能够让你呢 从中长久的受益 另外 高价值 没有积累的事情 在人群中和人聊天扯淡 看完一部网络小说 吃一顿美餐 参加偶像的演唱会 最喜欢的美剧等等 这些事情呢 让你感觉到很爽 从长期来看呢 却不能够留下什么印象 还有呢 就像低价值 有积累的事情 进行一场商务的谈判 坚持每天跑步 读一本晦涩难懂的经典图书 处理工作中的纠纷 这些事情呢 虽然做起来不会太惬意 但对你的未来 却大有弊异 最后 像低价值 没有积累的事情 像看八卦娱乐 漫无目的的刷朋友圈 无聊的等待和发呆 这些事情不会让你高兴 只会消耗你的时间 所以 要管理好你的时间或者精力 最要紧的就是 对你的事物区别对待 少做没有积累的事情 然而 在平常的生活当中 大多数人做的最多的 正是那些高价值 无积累的事情 其次就是低价值 没有积累的事情 有积累的两种事情 反而是我们做的最少的 毕竟人都是有惰性的 有积累的事情 大多数都和 枯燥 单调 费时间 挂钩 长此以往 我们就会陷入一种困境 个人成长的停滞 事业迟迟不见起色 而这个问题的根源就在于 你没有选择好要做的事情 你也许每天都很忙 但是你是漫无目的地忙 每天都在重复同样的生活 个人毫无长进 也许每天都过得很惬意 但过得太舒服的人 自然也就无缘成长了 毕竟成长是一件 不太舒服的事情 如果你坚持做有积累的事情 人生就会大不一样 因为它产生的效果 是可以叠加的 从短期来看 收益微乎其微 甚至完全看不到效果 但通过长期的积累 最终必然能够促进 化学反应的产生 成为你人生道路上的 坚定及时 就拿练字来做一个比方 你每天就练一个字 虽然刚开始写得歪歪曲曲 歪歪流流 但坚持几年之后 你便会发现 不知不觉当中 你已经练得一首好字 那么有积累的事情 有什么样的标准呢 很简单 对下面几个方面有帮助的 就是符合要求的 第一点 积累知识 第二点 就是掌握技能 第三点 就是有益健康 第四点 思维的提升 第五点呢 就能够增长阅历 等等等等 当然呢 这个标准还有很多条目 具体还要大家根据 自己的人生目标 在实际生活中 慢慢地摸索和调整 有了这个标准 希望大家能够 敢于去迈出第一步 做自己真正该做的事情 只有这样 你才能够成为 时间的主宰 不断获得成长和提升 除了要做一件多调的事情 还要多做有积累的事情 还有一点 也很重要 就是一定要及时地 总结归纳 把好的经验 流程化 标准化 最终形成里的习惯 我们吃过的亏 我们的成功经验 一定要及时地 归纳总结 并时刻地牢记在心里面 错误的经验 要避免再犯错误 以后如何纠正 正确的经验 要考虑如何优化 形成流程和标准 不能标准化的事情 就无法持续 标准化 是内化成习惯的前提 只有这样 久而久之 经验才会慢慢形成习惯 习惯成为自然 最终成为你的本能 本能和直觉层面的东西 才是决定你 人生发展的 关键因素 在很多人看来 学习是一件 很严肃的事情 必须要在 安静舒适的环境里面 正经危坐 打开学习工具 一本正经的学习 其实学习 并不是一件 很浓重的事情 我们完全可以利用 碎片化时间 随时随地的学习 这也是未来社会 一门很重要的 必备技能 有人和我抱怨 自己的时间太碎片化 没有大段 完整的时间 用于学习 虽然觉得浪费时间 很可惜 但是自己不知道 如何利用好 这些碎片化时间 其实要解决这个问题 也很简单 要利用好 碎片化时间 你首先 要遵循 这么几个原则 第一点 少计是多 目的要单一 最好一次呢 只做一件事情 如果你 列出来一堆的事情 记单词 看TED 写总结 看书 那么结果 往往是 你什么都干不了 第二点 考虑使用的场景 才能抵循环境的 负效应 如果你想带一本书 在早晚高峰的地铁上看 那明显是不现实的 书根本就掏不出来啊 坐在公交车上看电子书 也不是太妥当的 因为公交车会晃动 在车上看电子书 不但对视力不好 而且很容易 头晕 看不了多久 就无法坚持下去咯 第三点 尽量选择那些干扰少 简单的学习工具 一般来说哈 不建议使用手机 因为干扰太多了 一会儿接电话 一会儿又看微信 一会儿又看一下淘宝 一会儿呢 又刷一下朋友圈 最后什么都没做 如果要使用手机 建议你关掉网络 第四点 新工具的运用哈 要为多任务切换 提供一种便利 最好随身携带一个包 多带上几种学习工具 你也可以呢 多研究新的APP工具 这样可以根据不同的场景 在不同的工具之间切换 比如你在地铁上 你可以用MP3听有声读物 在等人的间隙里面呢 可以用记事本 写PPT大纲等等 第五点 通过耳朵学习 它不仅是偷懒的好方法 还能够帮助你 驾驭碎片化时间 我们的碎片化时间呢 主要是通勤 走路 还有呢 像在你闭上眼睛 在休息之前的时候 目前来看呢 我认为最佳的利用方式 便是听音频节目了 因为它可以最大化地 解放我们对于场景的依赖 这也是为什么 现在像喜马拉雅 蜻蜓FM等 那些音频为媒介的 知识付费平台 火爆的原因 这个趋势将会一直持续下去 你可以学外语 你可以听公开课 也可以听付费音频节目 还可以听有声读物 在你闭上眼睛休息之前 可以听一些舒缓的 带有哲理 与文学性的那些 有关的内容 好了 对于碎片化时间的利用呢 比较进阶的做法呢 就是灵活调整碎片化时间 通过调整呢 变成一块整的时间 你可以把一些零碎的工作 放在一起来做 而不是分散在每一天的 几个不同的时间段 这样呢 就不会切割离的时间了 当然 严肃的阅读和重要深入的思考 还是适合整段时间来做 太零碎的时间呢 最好用来处理生活琐事 和一些不太费老子 又必须去做的事情 以及不太重要的事 做这些事的时候呢 对大脑其实也是一种放松嘛 如果目标明确 并且能够长期坚持的话呢 相信最后产生的效果 会让你大吃一惊 你会发现不但效率大大提升 而且也不会感觉到 每天疲于奔命了 现在大家都把目标了 放在了赚钱这件事情上 恨不得24小时赚钱 一心赚大钱 每天忙忙碌碌 顾不上休息 健身和家庭更是无暇顾忌 这些人都觉得自己很忙 然而他们真的有那么忙吗 确实忙 很多人都没有时间 坐下来好好享受一下 一日三餐啊 但他们的忙碌 有效率吗 未必 我通过观察 发现极少有人注意到 注意力的重要性 其实时间比钱重要 专注呢 又比时间更重要 注意力的强烈与否呢 直接关系到 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体验 与我们的幸福感 也紧密相连 注意力最集中的时候呢 往往也是效率最高的时候 所谓奇迹 就是一门心思做一件事 不管不顾外界的干扰 不理会任何继承的事实 和所谓的经验 所谓的规律 一定要做到 然后做成了 这就是奇迹 奇迹就是极少数人做出来的 让大多数人惊叹的事情 奇迹就是大多数人 从来想不到要去做的事情 然而很多人 平时的注意力是涣散的 如同陷入了时间的黑洞 和家人朋友吃饭的时候 他们永远都在玩手机 和别人说话的时候呢 他们心不在焉 还是在玩手机 开会讨论的时候呢 思想开小猜 没有用心听别人在说什么 工作的时候呢 这个论坛惯惯 那个群里面聊一聊 看看八卦 扯扯淡 如果是在和客户沟通 那也无可厚非了 事实上并非如此 他们只是在各个APP之间 随意地切换 这里点一点 那里看一看 最后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干了些什么 这种情况是非常可怕的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也非常非常的常见 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就这样的被浪费掉了 所以大家不妨自我对比一下 检查自己的时间黑洞 然后设法一一地补上 毕竟一个千疮百孔的池塘 是存不住水的 最后 关于时间管理 还有一个技能 是必须要学会的 那就是要学会多任务切换 切记长时间陷入一个问题当中 最耗费经历的 往往是一些长时间投入 却没有起色的事情 劳心劳力得不偿失 一旦你长时间地做一件事情 却没有任何的进展 就应该果断地暂停 投入到其他的事情当中去 这个技能的基本是 出色的企业家 必须具备的能力 一定要学会多任务多线条的进行 这样才能够避免浪费时间 合理地分配好精力 好了 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了 要学会在所做的事情当中 发现趣味 发现价值 要学会感知每一件事 对自己长久的影响力在哪里 学会多做一件三调的事 做有积累的事 把做事的经验流程化 标准化 最终形成习惯 考虑到场景 学会利用工具 来磐活碎片化的时间 懂得多任务切换 你就会成为很厉害的人